一般來說是講的是一般 比較傳統的這種鐵鍋 對 如果品質比較 不是這種 對… 因為這種其實它的表層 都做得滿好的 一般傳統的那種鐵鍋 其實如果你使用不當的話 它是可能會有 其實吃到我們肚子裡 對於肝臟來說 是一個很大的負擔 至於說為什麼不要煮湯 或盛裝食物過夜 主要是因為你放的時間越久 其實這些食物裡面的一個成分 尤其是油脂 也會跟這個鍋子的一個表面 交互作用 可能會破壞它的一些保護層 那就容易有這些氧化鐵 或者是有這種油脂 就是毒性的一個油脂釋出 那其實對於我們腸道的一些 壞菌會明顯的提升 所以其實你會發現說 不同的鍋種 其實它使用的方式不一樣 像我們剛剛講 不沾鍋就是最好是冷鍋冷油 而至於說這種鐵鍋 其實最好是 對 大火高溫 所以其實就像我們一般 不同的烹調方式 用不同的油之外 也要用不同的鍋具 而至於說其實 在鍋具的一個使用上 其實像鐵鍋的話 其實使用是滿 因為它導熱性很快 但是就像阿迪阿剛剛講的 就在清潔的時候 還是要特別注意 阿迪啦 不是阿迪阿 阿迪阿是另外一位 阿迪 對 它就是基本上在 最好是用中性的一些清潔機 或者是小蘇打粉 然後在刷的時候 一樣跟這個不沾過一樣 不能用鋼 不能說它抬起來很重 或者是什麼 看起來很堅固就硬刷 其實還是會破壞它的保護層 是 了解 好 那來問一下Apple 家裡如果要燉湯 妳都用什麼樣的鍋呢 因為像這種鑄鐵鍋太貴了 我買不起 而且太重 男生女子也不需要 男生女子 我根本不可能會買那麼貴的鍋 然後這個也太重 我用起來根本就不方便 所以像我煮湯的話 我都是用那種電鍋的內鍋 就是電鍋內鍋是不鏽鋼的那一個 對…就像那種的 我就直接放到瓦斯爐上面 就是煮湯這樣子 然後如果要 就是沒喝完的 我也是直接蓋蓋子 就放冰箱一整鍋 就這樣子過一天 那妳知道現在有一種新的鍋 叫泰鍋嗎 這個嗎 這個就是泰鍋 這叫泰鍋 我也不知道這個 我不知道這真正的名字是什麼 但是因為 它是前陣子韓國很流行的 吃泡麵的時候 泡麵鍋 這個真的是我去韓國搬回來的 有很多人專程去韓國 搬這個鍋子 對啊 然後因為你看那個韓劇 你真的是很恐怖 它裡面刮痕超多 這太快了啦 你自己看 是 你知道 你那個刮痕很多 這真的是有力氣 它有多少次泡麵 這個鍋蓋都有刮痕 這鍋子很好用 因為它傳熱超快 然後我之前就是看韓劇 他們都是用那個 然後用這個 用這個蓋子接著泡麵這樣 感覺就好好吃 而且它的份量就是一人份的 所以我之前有一陣子 都狂用這個鍋子 煮泡麵 然後煮一人份的湯 或者是煮稀飯 我都是用這個鍋子 你把這個鍋當萬用再用就對了 對 那請問一下醫師 這個泰鍋它到底是什麼鍋 它像這樣用到裡面有一些刮痕 會不會對你們體會 還是它是鋁鍋 我想它不是泰鍋 它是鋁鍋 對啊 它是鋁鍋 我就覺得它很輕 我就覺得它怎麼可能是泰 那它上面那個金黃色是什麼東西 沒有 我想那只會故意 加了一些人工色素進去 不是啦 還有 除了鋁你還吃到色素 吃鋁會是老年時代 難怪我覺得我腦子 最近越來越不好 對啊 沒有 為什麼我覺得它鋁鍋 其實你看它裡面 它不是傷痕的 它有 所以這樣鋁的特色它是很輕 可是很壯 而且它斬軟 斬的一線比較好 所以你看它裡面滿多凹洞的 所以比較像是鋁鍋 像前幾個月 我們的主管機關 它有對市面上這種鍋 包括這種韓鍋 來著這種黃色鍋 其實在台灣買得到 它做調查 發現說這種鍋子的話 結果它是釋出那個鋁了 所以我們就滿擔心 其實它不是泰鍋 泰鍋其實它算是無毒的 算是價格比較貴 對啊 我就覺得菜很貴 這個好便宜 這個好像台幣才100多而已 那絕對不可能是菜 你為什麼要避到泰國去買呢 其實說韓國 其實各種去韓國的時候 說韓國 他們在喝雞湯 或者是一些泡菜鍋 其實都是用這種 都是用旅鍋 其實滿恐怖的 媽媽們看到這裡就想說 我們菜市場就有很多 我們菜市場 所有的那個什麼海鮮粥 全部都是鋁鍋 因為它導熱很快 對啊 所以你比較吃一吃 而且它還要跑到韓國 空運回來 真的 對啊 這個不能再用 所以它不能再用 不能再用 它到底適合用來做什麼東西 根本都不適合 不能裝 對 所以它應該被禁用嗎 我覺得 我覺得鋁鍋盡量不要用 絕對不要 其實我想最主要是 我們擔心會有鋁中毒 像我們正常人的話 其實我們鋁 是我們腎這樣把它排出 如果也許我們腎功能正常的話 你吃再用再多鋁鍋都不擔心 可是萬一是腎功能不正常 或喜腎人 可能用了這鍋子 長期吃到煮的東西 就會理中毒 可能就會增加什麼 這種阿斯海莫症 老年次代風險 也會擔心說 會不會有骨頭病變 所以還是不要用 不要用 我們今天救了Apple一命 真的 我已經用很久了吧 我以為韓劇都這樣子演 所以正常來說 就是都要用這個鍋子吃東西 對啊 好 那我們剛剛前面 討論這些鍋子 可能有很多 是我們忠實觀眾的這些媽媽們 說我早就知道了 所以我很安全 我早就已經把我的鍋子 換成不鏽鋼鍋 可是不鏽鋼鍋 它難道就完全的安全嗎 好像不是 你們家裡都不鏽鋼鍋 對 我們家現在都不鏽鋼 來看一下 添加酸鹼 都不 也不行 不加鹽 你炒菜怎麼可能不加鹽下去 那煮湯怎麼辦 醬油 燉牛湯怎麼辦 媽媽 妳先喜怒 先餵一下 家裡有用不鏽鋼鍋嗎 我跟你講 我就是之前 就已經來參加過 你們節目很多 真的講鋁的東西 因為我以前也是愛用鋁的東西 所以家裡的鋁都丟掉了 丟掉了 所以我就換不鏽鋼了 而且人家說不鏽鋼要用一個 後面有一個什麼數字的 304 304 304還是340你確定 304 403 把它有一個level 好像是304 304今天晚上會開 對 就是還特別去要找那種 後面有那個數字的 對 你的數字都搞不清楚 你怎麼知道 有標章的那一種 你不知道嗎 可能要寫403你也買 然後 對啊 反正你就覺得好像有數字就好了 給妳看 妳知道嗎 304 對 要記得要寫304 你知道連之前 我也是煮那個泡麵 也是用那個鋁鍋 我現在也是換成是那種 把手是不鏽鋼的那一種 不鏽鋼鍋鍋很燙耶 不是啊 可是它就是 這樣都會有跌成那個鋁鍋 沒有 把手 有些不鏽鋼鍋 它的把手是塑膠的 可是我剛剛有些把手是塑膠 才危險是 因為你就開火一直炒 或是一直燉對不對 會斷掉 我有燉一燉 燉出來塑膠味 因為 沒有就 你聞進去嗎 火開太大 燒到旁邊那個把手 然後就聞到塑膠味 你老公那小孩真的很危險 他都不鏽鋸 而且我連筷子也是用不鏽鋼的 很好啊 可是用鹽 不能用什麼 你家有用就是加醋 鹽嗎 有時候你太一定 而且我喜歡吃酸的東西 你還是會加一點醋的東西 或炒土豆絲 你還是炒酸的會比較好吃 醋流土豆絲 對啊 然後鹽吧 就是醬油也是屬於那一種吧 調味料吧 鹽 鹽是什麼 鹽是什麼調味料啊 鹽醫師 小蘇打 對 蘇打或蘇打粉 對 那有時候煮菜也會用到小蘇打粉 對啊 而且你洗的時候 你就會用小蘇打粉 那你就可以用小蘇打粉洗嗎 你燉湯的時候就會加那些東西 對 而且我之前也會用 像這種不鏽鋼鍋 就像我剛才說的 我都是用電鍋裡面的那個內鍋 那就是鏽鋼鍋 對 那是 我會用那個燉一鍋滷肉 都加很多醬油 然後就這樣一直燉 加醬油就等於加鹽嗎 對 裡面有鹽 對 好 所以宇文妳有用不鏽鋼鍋嗎 有 就我剛剛說的 怎麼可能 妳有被不鏽鋼打過嗎 304 我想要知道304是完工 對啊 我說 我跟妳講 妳剛剛這304背多久 沒有 我老公學化工的 我在節目講過 是我老公跟我講304的 他說妳那麼笨 妳給我記好了 去賣的時候 我就說304 304 就背下來 阿迪家裡有用那個嗎 不鏽鋼鍋 主要就是也是在餐具上面 小朋友小餐具對不對 鍋具的話就比較少 對 小朋友現在都是這樣子 想塑膠不好 結果他就裡面 給你弄一個不鏽鋼鍋 然後都說現在都是用這樣子 不鏽鋼鍋 然後可以拆下來寫 就這樣拆下來寫 對 這樣看起來比較安全 對 也比較不會 稍微再買的時候 我看一下裡面有寫304嗎 有 他們都有說 他們有些餐具牌子 他特別強調他說是304 他沒寫 但他們的外面盒子上面會寫 然後他會說是304 你才能買 好 所以如果用不鏽鋼鍋的話 炒菜難免吧 炒菜其實不鏽鋼鍋 就比較真的會容易沾鍋 可是你如果像烤辣那些 你還是會拿來炒 對 還是會用來炒 好 那來問一下這個 不鏽鋼鍋杯 有沒有人拿來裝檸檬汁的 其實有拿來喝水吧 拿來喝水 對 就是像那種 像有的這種裡面 也是不鏽鋼的嗎 對啊 裡面是不鏽鋼的 保溫杯 大部分都保溫的 現在都不鏽鋼的 會裝檸檬汁 會喔 好像不行 酸 而且之前有個專家說 你還要看不鏽鋼裡面的內部 有沒有一條鑄鐵的 就是 我有 我也有 怎麼辦 他說那個接縫也是有毒 對 所以這是便宜的 接縫 接縫 有一個接縫 應該是要一體成型的比較安全 請問一下這個原因是 不鏽鋼的 不管是杯 鍋具等等 他最怕的是酸 鹼 鹽 如果這三個加進去以後 會產生什麼問題 應該這樣說 如果說我們是食用節不鏽鋼 304的話 我想裝這些東西是沒問題的 所以304不怕酸 鹽 對 它裡面有18%的胳 8%的膩 其實它化血結構算是比較穩定 比較耐高溫 我相信這都不是問題 不要出問題的就是說 有時候我們到賣場去 我們看到業者有些高級不鏽鋼 或特高級不鏽鋼 對 所以那個不鏽鋼 其實有一些是200系列 像200系列的話 因為捏的價格比較貴 它用猛來代替 所以這種的話 我們就擔心說 它不耐酸 鹼 材質的問題 對 材質 所以還是要提醒大家說 如果我們在賣場買東西 去買那不鏽鋼 不然杯子還是鍋子 要記得要買304 不過當然說 我們不鏽鋼有分200 300 還有400系列 其實最貴的是400系列 像我們在醫療 400對不對 對 我們在醫療上 譬如說我們在接觸刀 那些都是400系列的 有403嗎 沒有吧 有430 403 對 有430 買到4了就賺到 不過一般上 其實如果400系列都比較貴 先生 我想請問一下 像小朋友現在的餐盤 很多都是不鏽鋼 但是外面或是旁邊 全部都是塑膠 這樣就可以了 小心 列子的不鏽鋼水壺 讓你喝出病 品質比較差 這種不鏽鋼的話 因為有實驗發現說 你把這個茶 泡在這種比較列子的 不鏽鋼裡面 72小時 它的表面就會有刮痕 相反就會有 有這個溶出 品質越差 它的刮痕的一個 溶出的一個量越多